小葫芦要怎么盘呢 用手反复摩擦小葫芦就可以 盘一词只通过反复摩擦 使纹碗表面更加光滑有质感的过程为盘 小葫芦怎么盘好呢 首先将买回来的葫芦放在阳台上晒一晒 晒制成深黄色即可 注意如果配好口盖的葫芦在晒时 一定要把口盖拿下来 否则很容易被晒裂 然后准备好刷子核桃油 晒好的小葫芦在盘完小葫芦之前 最好在小葫芦的表面涂一层核桃油 最后用非常柔软的棉布来盘 因为棉布柔软能降低盘完 使伤害到葫芦表皮危险的可能性 盘葫芦的人最初的目的是强身健体 现代科学证明 揉葫芦能延缓机体衰老 对预防吸血管疾病 避免中风有很大作用 通过手指的运动挤压 按摩手掌上的穴位 无疑可以加速和提能手臂的血液循环 和熟通经络的作用 确实是老年人锻炼保健的一种好办法 好形式 以上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吗